中文文化 中文文化 為我們香港求道車公簽的第四個簽 我們請來剛剛出了本 車公零簽詳解的潘小文解解 這支簽是講甚麼玄機呢 這支簽本來是上簽 但在早年被人改了中簽 所以求道這支簽的時候 有機會寓意有好的東西 變成不太好的東西 當中第一句就是 福無私語皆天賜 禍不兇生自有焦 一片婆心能即善 自然福掌禍潛燒 這支簽的契機就是 禍不兇生自有焦 很多事情不會突然發生 可能是上年 上年已經種了個因 今年發生的就是個果納 首先講香港的經濟財運 似乎不應該再依賴大陸的支援 凡事就最好親力親為 否則很多事情是自己拿來的 婚姻方面 在簽文的詳解中 婚姻其實是跟外交的關係 時機未到 第一件事我會聯想到 就是跟菲律賓的關係 一切就除完 因為今年可能香港政府很想跟他收好 但似乎菲律賓方面還未準備好 在家宅方面 香港的家宅 略有紛爭 其實已經是捨特輕可 應該都不是略有紛爭 大家應該多些包容 市民和市民之間 或者市民和政府之間 應該多些包容 否則 又是那句 禍不兇生自有焦 香港的謀忘 政府可能很多事情想實行實施 但這一支簽文 似乎是說 叫你順其次元 不要硬來 再說香港 在市協運方面 就在說香港的發展 就應該講結善緣 就不要自己主動聊交打 可能香港政府 就有很多事情 要跟外國去協商 再說自身 自身的意思就是 香港的市民 就跟周遭的環境 或者是對於一些 周遭的情況 就不要貪心 一自己之一 不要貪 那再說 香港的事業 香港的事業 可能是跟外面的聯繫 最重要就是 要默默耍雲 千萬不要那麼容易放棄 另外說 千居其實是說香港的移民 如果大家想去搞移民 那些事情 就暫時就不要想著 那 出行 那 說到出行這件事 其實是說市民的愛猶 那 今年就要特別小心 似乎就比較多麻煩 那 疾病方面 香港今年可能會有些急病 即是大大的急病發生 那 大家最重要是什麼呢 小心飲食 禍從口入 那這個是 簽文裡面有一個契機 那 在香港的訴訟 就是 說到訴訟的就是 可能一些官司的事 香港和外地一些 可能有官司發生 那要很謹慎處理 和解 就似乎是 這支簽的表現 那